第四位 國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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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民主政府黨中 都沒有任何部的主理 如果以前 我是阿比總統的必須 大家有聽過 大家有看到 阿比總統的愛的歡迎醫藥 我叫特徵主傳三次 都問什麼 都問你拼了貪污 還要怎麼樣 我有做很多改正 我家這家絕對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了解阿比總統不是一關談戶的 大家可能這部份也有看過 就說 那個總統仔 在法律上有去展過一句話 他說 娃扁不是貪墨智人 國安平可以證明 我真的可以證明 阿比總統仔 做總統半年的時間當中 他很多資金 很多時間 都開在民進黨 這是屬性 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有很多人說 像我們台灣有一個朋友 會說 阿比總統 是怎麼樣怎麼樣 我 在這裡給大家報警 總統如果是有規定 有的規定是 公小跟屬小 比較是不分清楚 這都不能說 這樣做是對的 但是 在法律上來說 這有算違法嗎 這有算違法嗎 應該是沒有 為什麼沒有 他不是一樣啊 他不是公小屬小人做會啊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 我希望大家報告 大家對阿比總統要有信心 我個人有信心 大家應該也有信心 有很多人會認為 民進黨對阿比總統 不問不問 沒有我關心 我只要向大家報告 這不是屬性 因為創的民主選 一直在身 跟社會說 跟我們說 阿比總統的思考 是沒有學會 沒有學理的 為什麼 他這個法律 要思考一個人 主要是他有同門的屬性 阿比總統又有同門的屬性 沒有啊 沒有啊 根本都沒有嘛 對不對 他的思考的理由是說 因為他是總統 有英雄男 所以他可能會同門 跟這種理由來說 那他只要人家告 都要跟他思考 為什麼 因為總統就是英雄男 可能會同門啊 是不是這樣 所以咧 我先在這裡 可能給大家報告 因為民進黨絕對沒有 那邊沒有 政府的社會這樣 說要切割 跟總統沒有 那都不是屬性 所以大家不要 讓這些民體來宣洞 大家五歲 我們這間要團結 團結才有難 這間真的做 要怎麼救出 我今天希望大家報告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支持 感謝民主進步 黨中部社會運動部 主任郭文彬齁 中央黨部 創英雲主席 他沒有切割 這是比較實的啦 但是我剛才有說過 這二億牌啦 這二億牌 我沒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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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 就好 我們現在要團結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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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